皂浦員你好 你好 你先把你這個以前的工作大概介紹一下 我大概十年前是做房屋的工作 那一直到我們的文件帳在109年開始籌備的時候 我就大概六月份我就辭掉整理房屋的工作 然後就重新投入我們的文件帳 可是當皂浦員要很多才藝耶 你是後來自己去學的 沒有因為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我比較就是我的興趣比較偏向在手工藝方面 所以手工方面的話 我那個就是我的強項 那長者在文件帳的話 他們也是會學到一些跳舞啦 唱歌啦還有一些手工藝的一些技能這樣子 然後自己再去靜修再去學習這樣子 所以靜態的手工你比較專長 對對對 然後唱歌跳舞再趕快學 對對沒有唱歌跳舞從小就有那個基礎 那我們就是在上我們的老師就是YouTube 對對對我們就是在上YouTube 然後我們就去上面跳一些長者他們 適合他們的舞蹈 然後我們就教長者跳舞這樣子 所以跳舞對你們來講本來就不困難 對對對不會很難 對對對 因為我們從小就是很習慣這樣的 是看著爸爸媽媽他們 還有我們教會的一些長者跳舞的時候 對所以大概我們的原住民傳統舞蹈 然後我們大概都稍微有一點印象 那我們再找一些資源的話 我們就是找一些YouTube啦 或者是我們原住民的一些節目啦 我們就可以從那邊找一些比較適合我們長者的一些舞蹈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教我們長者跳 是所以這個文靜站主要就是跟著這個天主教會一起在運行嘛 對對就是我們這個文靜站是隸屬我們台中教區原住民總督區 那我們剛好有三站嘛 一個就是我們村陽這邊是村陽堂區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霧社 霧社堂區再來就是梅溪 所以我們除了霧社梅溪他們是109年的三月開張 那我們是7月份才開張這樣子 所以到現在大概將近有三年多的時間 現在已經慢慢步入軌道了 對都OK了 像不像剛剛開張的時候真的是很辛苦 要從不知道開始一直摸索到完全步入軌道 真的是我們兩個照護員 我跟另外一個照護員林美玲 對所以我們兩個真的是要花很多時間在文件上 但是現在就慢慢的步入軌道了 就是要從頭開始學 對從頭開始學 那遇到長者身體不好需要開車去接送嗎 我們平常就是早上都有接送長者 那有的長者比較近的 他們自己就會步行到我們文件站 那我們原則上是鼓勵長者 可以自己走路到文件站 我們是鼓勵他們 但是有的長者說他沒有辦法走路的話 那我們就是由我們私人照護員的車 還就變成我們的公務車 那我們早上 早晚 就是早上跟中午用過餐以後 我們就會送他們回家這樣 好 那這個公餐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 公餐的話大概就是要六大類食物 要營養均衡 營養要均衡 那我們的中餐的話 我們都會一直輪流 一個禮拜的菜單都會輪流這樣子 那我們也會加我們原住民的元素 像地瓜、地瓜飯 然後再來就是南瓜、喉里 還會煮糙米飯 那就是一些菜的話 有一些是我們自己本身長者 他們自己種的 有的是教友他們種的蔬菜 都會送到我們文件上這樣 所以又要營養均衡 菜色又要一直變化就對了 對對對 那是誰主 我們有請一個廚公 林曉英廚公 他本身也是我們教會的志工 他也是我們春養天主堂的秘書 所以他們都是一般在這裡服務的 都是有就是一定要有那個服務的那種熱忱 對如果沒有服務的熱忱的話 說實在真的也是沒有辦法經營下去 對有熱忱而且還有信仰的力量對不對 對對就是完全 會不會講一下信仰對你的影響 我從小就是在天主教信仰下長大的 因為奶奶爸爸媽媽都是信天主教 那我從小就是他們 看爸爸還有奶奶他們到教會 所以我到教會參加主日學的時候 那在教會的話我們就會學到很多 從小就是生活在教會裡面的大家庭 因為他們講說在教會裡面長大的 小孩子絕對不會學壞 對那是真的 因為我們就是內心就是有一個主耶穌陪伴我們 他會等於是說在我們的求學或者是 長大以後結婚以後他就是一直依靠信仰 讓我就是往前走這樣子 遇到挫折的話我們就是依靠天主 賜給我很多力量 那碰到挫折呢 我只要信靠我就是祈求主耶穌 他也會從中靠很多很多貴人都會幫助我 所以我覺得信仰對我來說 在我的人生中對我真的是一個很大的福氣 好剛剛講到挫折 那你人生最大的挫折是算哪一個階段 大概就是我的婚姻啊 我沒有辦法去保住我的婚姻 因為種種很多原因也一時也說不上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最大的挫折感 但是還好就是小朋友就是最怕小朋友在求學當中 因為父母離異的話一定會小朋友會受到影響 但是還好就是小朋友他們也是都沒有走錯 就是沒有學壞 那就是也是靠著靠著主耶穌幫助他們這樣子 一路成長 然後一直到他們結婚這樣子 喔所以還好這個小孩自己獨立堅強 然後又有耶穌的陪伴讓你走過到今天 對對對 好謝謝我們在福言 謝謝